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4月15日晚上10点 江苏省长州市武进警方接到电话 一名年轻女子在马路上被纵火烧伤 我们大概是在晚上10点半接到110报警 说在我们这边红汤电池场门前有一条路上面 有一位男子拖了汽油在一位女子脸上然后点着了 警察赶到事发现场时 女子身上的火焰已被熄灭 但是伤势严重 因为脸部胸部和手部被大量大面积的烧伤 马上通知救护车送往医院去抢救 受伤女子二十出头已经昏迷被送往医院 那么到底是谁要对这个年轻女子下毒手呢 围观群众指认下毒手的男人就在现场 他没有做逃跑的准备 所以没有离开现场太远 就被周围群众指定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将他抓获并转发到派水 纵火的男子叫李静 1990年生 今年二十四岁 电子厂工人 被烧伤的女子叫戴霞 李静当即跟警方承认 颇气油火烧戴霞的事实 从口袋里面上就把瓶盖子来就送了一下 然后就能够打死 自己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目击者里有个叫燕子的姑娘 是受害人戴霞的同事 她说那天自己是陪戴霞来见李静的 俩人见了面就一直在争吵 南方手里拿了两个饮料瓶 里面盛满了液体 突然南方挥洒瓶子里的液体颇向对方 火焰腾空而起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夜晚的街头 一个男子用手里的汽油 泼向了和他对话的女人 还用手里的打火机给点着了 这一画面 不用形容就是一场噩梦 那这对男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经过急救 24岁的戴霞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面部颈部胸部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 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 半年后戴霞出院了 因为这次事故只能遮着围巾见人 女儿的病情让做父亲的愁眉不展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四个月前戴霞和李静刚刚离婚 也就是说李静是火烧了自己的前妻 曾经是亲密爱人 戴霞不愿意回忆那场噩梦 她和李静还有个五岁的女儿 她现在要为了女儿活下去 舍不得 小孩我也舍不得 那么戴霞和李静到底发生了什么 曾经的争吵又是为什么呢 戴霞和李静都是90后 俩人算起来是老乡 都来自江苏农村 2008年俩人高中毕业后 各自到南京打工 成为工友 因而结实 那一年李静和戴霞都是18岁 又是同事 老家又都在武静 很快两个同乡成了情侣 住到了一起 因为那时候小嘛 不懂事 然后在一起 然后有了小孩 因为那时候 小的时候也怕嘛 然后有了小孩 然后就在一起了 同居半年后 戴霞怀孕了 两个人都还不到法定婚礼 因为感情好 两边老人也同意他们 先把孩子生了 再登记结婚 2009年女儿降生了 李静说 孩子降生后 因为有了血缘维系 夫妻感情比过去更亲近了 两个90后 自己还要为生计奔波 这时候实在没有能力 抚养下一代 刚出生的女儿 就交给乡下的爷爷奶奶照看 为照顾孩子 小两口又先后辞工回家 2012年 李静和戴霞领了结婚证 成了真正合法的夫妻 日子也一天天安定下来 2013年 女儿长大懂事了 各方面开支不小 产后复原的戴霞 想再到南京去打工 挣钱补贴家用 正是这两地分居的日子 为以后的纠纷 埋下隐患 因为他就属于那种 比较小心眼的人 比如说 就是在一起上班 肯定同事都会很多 一些朋友肯定很多 就是普通的 普通的朋友 同学聊天 他都会阻止 原来这时候 南方还在老江 武进电子厂打工 女方选择外出物工 武进和南京 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小两口半个月 才能见上一回 空间距离 让俩人关系 出现了裂痕 戴霞喜欢用手机 微信 QQ这些聊天工具 一次 李静偶然发现 戴霞朋友圈 陌生人很多 两口子开始争吵 有不幸的开始了 然后到最后了 每个人像年轻人 不懂玩手机嘛 然后QQ 然后就是 三万无聊 像那个姨家呢 就是表情啊 就是 比如说就聊个天 他总会说 就说 就怀疑着怀疑了 李静怀疑 妻子在网上 和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交往 妻子怪罪丈夫 疑神疑鬼 夫妻间的这种不信任 在妻子外出工作 四个月后 再次爆发了 他出去打工 因为 因为他在外面有人了 那个我不赞同 李静说 自己翻看妻子手机 看到了一些 暧昧的聊天记录 但是妻子不承认 小夫妻见面 又是一通争吵 半个月后 李静提出 去南京看妻子 这一去不要紧 他发现妻子脖子上 多了条项链 因为哪里男的 送到项链了 戴着脖子上 听我们说是一个女的 送的 说他很优优的 然后是一个男的 送的 因为经济不宽裕 婚前婚后 李静都没有给妻子 买过任何金首饰 这条金项链 价值不菲 妻子怎么解释 项链的由来呢 那个项链的是 就是我们一起上班的 就是同事嘛 玩得很好的 然后就跟我一起的 小姐妹送的 然后她就是怀疑 然后我说了 她不信 她会的时候说是 然后我就气她 然后我就说 是别人送的又怎样 妻子说 自己百般解释 丈夫都不依不饶 自己一气之下 就编造项链 是别的男人送的 李静气的回了老家 认为这次 是抓到了妻子 有外遇的铁证 紧接着 她又听到了一个坏消息 还跟那个男的 到上海去旅游了 妻子这次是真的去上海了 是和女工友外出散心的 这次 做丈夫的更听不进去 妻子的解释了 她想出了一个损招 她就用心口口 然后就用陌生的加了我 我也没有聊什么暗闷 就是聊随便几句 聊了几句 原来为了测试妻子 是否行为不检点 胡乱交友 李静假造了个名字 加了妻子戴霞为QQ好友 并用言语试探她 就聊了几句 然后她就说 我跟人家聊暗闷 她就是抓到那次不晃 她说她接受不了 对丈夫试探自己的做法 戴霞也很恼火 她觉得丈夫李静的行为太过分 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家庭战争再次爆发了 戴霞无法忍受丈夫的猜忌 提出离婚 首先出来阻拦的是戴霞的婆婆 她帮戴霞带孩子 减轻了小两口的生活负担 现在孩子还小 不能没有母亲 希望戴霞能看在公婆面上 不要离婚 但是年轻即生的两个人 怎么也听不进老人的劝告 家庭战争持续了半年 2014年1月 两个人到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就是离婚协议上 小孩子他们都不要 不要 然后协议写着我 我名下的 协议中约定 女儿由女方抚养 争到女儿的抚养权 年轻的母亲戴霞 还是很伤心 爱已成往事 恨因何而起 爱他还是很伤心 小孩子是他父母 一直有带大的 然后父母 他舍不得 一场酒后的冲动 两个家庭陷入危机 好美丽 怕一笑成那样 我一同情他 把这个样子 女孩要到某个地方去看 冲动 要面临怎样的惩罚 就是希望法律 能给我一个 感恩的多重点的机会 火在烧 今日说法 继续播出 戴霞说 自己18岁遇到李静 彼此都是初恋 俩人之间的美好记忆 如今都匆匆成了回忆 现在想起来 的确有一些伤感 离婚协议里 女儿归女方 但实际上 离婚后 孩子还是在 爷爷奶奶那里 李静和戴霞 仍然是各过各的 那么纠葛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引爆纠葛的火 又是怎么燃起的呢 李静强调 离婚后 是前妻不安生 总来找他 戴霞说 自己找他是事出有因 原来因为闹离婚的事情 公婆也气愿 不让戴霞去看孩子 母亲要见孩子 公婆不肯 就这样 离婚后整整四个月 戴霞没看见亲生女儿一眼 4月15号这天 他忍受不了亲情的折磨 打电话跟李静提出 要见孩子 那天 戴霞电话里明确 要把孩子要回来 自己抚养 正是这个电话 尝了事发的导火索 李静说 在电话里 他听到了不想听到的声音 他跟男的在那里 我没好意思说 俩人通话的时候 电话那头 出了前妻的声音 还听到有个男人的声音 妻子才离婚四个月 就另结新欢 李静怀疑 这个男人 很可能在妻子离婚前就存在了 一时间 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他不肯把孩子给前妻 觉得戴霞会让孩子受苦 电话里谈不拢 两个人约定 晚上十点面谈 戴霞说 因为感觉到李静情绪不好 怕有危险 叫上同事燕子 和自己一起去赴约 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残剧 不是我事件运摸好去扫打的 也不是说我很气愤 也不是这样的 既然不是蓄意 那么两个饮料瓶的汽油 是哪里来的呢 李静说 那天他是骑着摩托车 去见前妻的 因为我有摩托车 按照李静的说法 那天他因为摩托车没油 在路上临时跟人借了两瓶汽油 装在两个饮料瓶里 这时候前妻如约到了 戴霞的同事燕子 在十米开外等候 两个人在马路上发生了争吵 李静提出为了孩子两个人复婚 前提是戴霞必须关掉手机上微信和QQ这些聊天工具 妻子没有答应 李静说 争吵中 两个人互不相让 谈判未果 自己刚喝过酒 头脑发热 一响起电话那头男人的声音 自己觉得作为男人的尊严 受到很大伤害 不知怎么的 自己就做出了后面的举动 一场火烧掉了亲情 也把李静烧进了看守所 这场悲剧 还给两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公婆为了帮戴霞治病 已经清其所有 戴霞的公公婆婆都五十岁了 还要边打工赚钱 边照看孙女 戴霞因为容貌受损 怕吓到女儿 再也没有亲吻过女儿 戴霞的父亲 看到才二十出头的女儿 变成这个样子 也很无奈 戴霞父母已经花掉了全部家当 近十万元积蓄 戴霞现在还不能工作 孩子还小 接下来要上学都需要钱 也就是说李静这次不理智的行为 毁掉了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幸福 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 2014年6月 李静被提起了公诉 开庭在即 来求情的居然是他 如果怕发行的话 还有女人都可以照顾他 是愚情未了 还是另有原因 希望法律能给我一个在做人的机会 心里很运气啊 就是记得 前期的求情 法官能认可吗 不够 吸取这次的教训 判定下 火在烧 今天说法继续播出 2014年9月4日 江苏省长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此案 现在开庭 下面还开始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公诉人宣说起诉书 委员认为 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意人重伤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4条的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评审中 公诉人认为 李静用汽油火烧前期之 重伤 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李静一再重申 自己不是蓄意火烧前期 真的是酒后争吵中临时起义 说不是我事件运不好去扫他的 也不是说我很气愤 也不是这样的 公诉人念了被害人戴霞 之前在公安调查阶段做的笔录 当时戴霞是这样描述受伤的经过的 到了约好的地方 李静要我写条字 同意由他家抚养小孩 还让我跟他和好 我说不可能 不同意与他和好 他就说我骗他之类的话 然后拉开上衣的拉链 从里面拿出瓶子 打开瓶盖 将里面的液体 扑到我脸上 我转身想跑 他一把抓住我 用打火机之类的东西点火 我头部就烧了起来 公诉人也宣读了证人燕子的证言 证明两个装有汽油的饮料瓶 是事先准备好的 这些证据都证明 李静有用汽油火烧戴霞的故意 打滴到了那里 看到李静手中拿着两个饮料瓶 都是满的 他和戴霞走到旁边围墙 围墙边离我十米远的地方 我远远的看到他们在争吵 证人燕子说 他当时在距离李静和戴霞 十米远的地方等候 眼见两个人吵了起来 后来李静就从衣服里 掏出了饮料瓶 不一会儿我就看到李静 把戴霞推倒在地 戴霞和燕子的证言都说明 李静用汽油火烧前期 是有预谋的故意伤害行为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 被告李静的辩护人强调了两点辩护意见 首先李静行凶后没有离开现场 自动投案属于自首 此外 事发后积极赔偿 对被害人进行救治 在本案中 受害人和李静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娇小 现在受害人已经受伤 无法再抚养小孩子 只有依靠其父亲代为抚养 所以为了在今后未成年的成长生活中 起到更大的有利的作用 所以恳请法庭能够对李静 适用缓刑 法庭上李静也恳请法官 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就是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做人的机会 因为我还小 我小孩也小 还有我前期的 希望我在今后 如果打工赚到钱 我希望能弥补他们 能给我一个孩子完整的家 故意伤害构成重伤 已经是公诉案件 当事人的悔过和辩护人的意见 主审法官会考虑吗 庭审中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曾经的妻子 现在的受害人戴霞 向法官为前夫求情 反正我就是希望法庭能盼盼华庭 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 我这样我没有能力抚养我女儿 戴霞说 在医院治病的五个月 他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年轻人对感情婚姻的不理智 酿成了今天的苦果 这里边也有自己的过错 前夫李进固然有错 但是这个苦果 不能让自己无辜的女儿承受 因此希望女儿 不要失去父亲的照顾 希望孩子跟着他们 因为跟着我 因为我这个生 要花很多钱 没有能力抚养的 因为受伤 后续康复整形 还需要高额费用 这都是戴霞自己无能为力的 抚养孩子 只能寄托在前夫李进身上 如果他坐牢 整个家庭 自己的孩子 都将被拖进苦海 如果怕缓行的话 还有一点点 都可以照顾他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洪道德教授 洪老师 我们经常说 感情和法律 它可能是有些冲突的 如果受害人自己 说原谅他了 我要求法庭 如果能给他缓行的话 就缓行 您觉得可以给他缓行吗 这个故意伤害罪 在我过刑法里面 它是分三级 轻伤害罪 重伤害罪 有这个三长 甚至死亡结果的 重伤害罪 只有轻伤害 才可以致数 就是有被害人 直接到法院去起诉 那么本案 被害人这个烧伤 达到二级伤长 应该说属于 重伤害里面 比较严重的部分 只要这个故意伤害 进入到这个重伤害 这个领域 就不能够再致数了 不管受害人 告不告你 对对对 你都得被公布 对 一旦到了重伤害 就说明 这不仅仅是侵害了 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了 它同时也是 对整个社会秩序 构成了比较大的危害 就是一般的重伤 就是三年以上了 今天看到这个案子 它至少是 三年到十年 这个之间 有量刑的 它不能算是轻伤 对 它不是轻伤 当然不过本案 这个被告人 也有很多 能够得到 宽大处理的 这样一些情节 首先 他这个犯罪以后 他自首了 再加上 他们两个人的孩子 很小 被害人 也正式考虑到 这个孩子 他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 这个抚养 如果把这个被告人 要再判了这个实行 去做监狱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孩子 在他正需要 最需要父母 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了 父母的这种关照 再加上这个被害人 正式向司法机关 表示自己对被告人的 这种原谅 应该说这个作用很大 就是受害人 他自己提出这种原谅 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 那我们看看最后 这个法院 是不是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呢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 2014年9月4日 经过一个上午的审理 长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对这样一起故意伤害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静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对这样的判决 两个家庭都表示满意 对这样一场90后的婚姻悲剧 事后公诉人一再提醒 年轻人还是要慎重对待情感婚姻 不能当儿戏 更不能冲动酿悲剧 希望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 以后不要再冲动行事 要多进行理性思考 洪老师最后我们看法院判了这个缓刑了 您怎么看待法院的这个判决 这个缓刑应该是在法理情之中吧 就是说首先还是有法律根据的 那么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这个案子做了这个一定幅度的这个宽大处理 反正最后判的是判三还五 这个缓期五年之刑就是指 这个判决生效以后 五年之内被告人不用去坐牢 在这个五年里面被告人遵纪说法 接受改造 经过五年的这个考验期 既没有这个重新犯罪 重新违法 又对自己的过去的犯罪呢 做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认识 被告人这个三年有期徒刑 以后就不再执行了 但是如果在这五年之内 没有遵守要求 甚至是又犯罪了 那么撤销这五年 这个这个缓刑 这个三年有期徒刑 就要去执行 如果说犯了新罪呢 那就合并执行 其实法律也是给这个男方 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实际上他年轻的 本来他这个男女主人公都很年轻 生孩子的时候还不到二十 离婚的时候也才二十三岁 火烧前妻 他也没想想 我这一个动作下去 这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90后一个特点 比如说敢想敢做 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去尝试 但是你要用在这个家庭 夫妻 这个以及这个什么 解决人与人这些矛盾 你也是这么 不管不顾 只考虑自己 那么应该说得到的结果 确实就是一定是非常 惨痛的一个教训 相信他们随着资格的 这个年龄的增加呢 会改变自己的这种 这个过于自我 过于率性的这样一种 这个处事的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一种原则 他会慢慢地改正 李静因为一时冲动 酿成苦果 最后被施以缓刑判决 看似冰冷的法庭 给出了一个带有温度的判决 那也希望李静和戴霞 能够从这一人性化的判决当中 体会到法律的威严与意义 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有规范 做担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洪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